TVB首席創意官黃祖南今日 以及藝訓班校長馬俊偉 高層樂易寧及曾麗珍 還有TVB副總經理曾子偉 現身2021藝園及電視製作人員訓練班首輪面試 吸引了1800人報名 還失爆一場 我沒有特別的事要說 我記上來給大家聽 我感到今天門口不是很高 但今年很可能 由藝園的創意之下 可能會將訓練班成為真人秀 你們如何由訓練班的演員 現在我們在想第一步去接待 事後藝園馬仔、樂小姐及珍姐 一同接受訪問 對於智偉表示不排除 將訓練班變成全民造星真人數 祖南透露正策或中 而樂小姐就敢補充 其實去年已經有這樣的計劃 去年都很想的 因為去年你知道 很難 祖南很忙 很難要他 留那麼長時間在香港 所以今年他回來的時候 我們已經將這個題目大家拿出來聽過 提到ViuTV選秀真人秀 《全民造星》的監製花姐 有意在第四輯加入戲劇元素 為戲劇界發掘更多身血 祖南就這樣說 大家會有些不同的 還有 TV的訓練班是歷史有關的一件事 所以最主要都是集中在整個訓練班的訓練過程 但是 也是本身TV是一個比較獨特的文化 剛剛所指門檻不高 是不是不選帥仔美女呢 好像門檻那麼低就很大了 至於升校長的馬仔就直言 科程設計化了很多心思 訓練為期半年 分理論和實習 雖然我這個校長並不是一個學校的校長 但是我本身也是一個要求高的人 也很著重紀律 我只希望大家記住 要認真、虛心和不要遲到 這些是真真教的